这个圆筒行的海上油气加工厂又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为超级能源碗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其中的奥秘 我现在就在超级能源碗的底座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脚下这一排大齿轮就像裙边一样 就是他们让这艘圆形大船能够平稳地屹立在深海之上 那这个超级能源碗体型巨大 需要近300人才能够环抱一圈 那它里面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哎呦 这太窄了 这个汤特别的小 非常小 外面注意脚下 好 走 摄像老师能看清我吗 我现在是来到了超级能源碗的碗底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纵深很高 有33米 相当于近12层楼高 我这爬上爬下现在是终于来到了一个新的格子里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它的布局很像一个蜂巢一样 那工作人员告诉我 这里其实我已经是进入到了超级能源碗的主体部分 舱室 像我们这样的舱室呢 有41个 它们大小不一 它们的雕琢的雕琢 化作鼓鼓而出的油气 兑现能源强国的蒸蒸誓言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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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